挑战 在一个国家里,全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少,全都塑形不良,无恶不作。 佛陀知道这个情况,便要众弟子运用智慧教化众生,使他们弃恶从善。 谁愿意到那个国家去化度全国人民呢? 世尊,让我去那个国家普度众生吧,我相信我一定会成功的。 佛答应了。 穆剑连信心满满地来到这个国家,他到处教导百姓不要做坏事,告诉他们因缘果报的道理。 不料,百姓们根本不听教诲,反而责骂穆剑连。 真是个迂腐的家伙,谁要听你的鬼话,快滚回去,就是啊,快滚回去。 穆剑连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。 设立福见穆剑连回来,知道他没有成功,便对他说, 像你这样做是行不通的,对待这些顽固的人要靠智慧,这次让我去吧。 随后,设立福就请求佛派自己去。 得到佛的允许后,设立福马上充满自信地出发。 结果,百姓们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,这次看到又来了一个爱说教的人, 还没等设立福开始叫化,就纷纷对他吐口水,把他赶出去。 于是,设立福带着一身的唾沫,狼狈地回到了佛身边。 接着,摩赫加社以及其他五百弟子一一去了那个国家, 都是乘兴而去,败兴而归,没有一个成功的。 这时,阿南生气地对佛说, 那一国的百姓全是坏蛋,不肯接受教会,还侮辱众位阿罗汉,简直是万恶不赦。 佛平静地回答, 那一个国家的百姓确实罪孽深重,但他们还是可以度化的。 说完看了看身边的文书菩萨,文书菩萨便站了出来说, 在我看来,他们并不是万恶不赦的人,我想一定有方法可以度化他们。 让我试试看吧。 文书菩萨来到这个国家,先去参见国王,称赞国王的英明, 然后又在国内仔细地观察每一个人,用心和他们聊天,听他们说话。 在依照每个人的背景和特长,称赞某人很勇敢,某人有人意,某人很孝顺,某人有智慧,某人有掏略等。 百姓们听了十分惊讶,没想到这位长者这么熟悉个人的长处,内心深受感动。 不久,他们都手持名贵的鲜花,散放在文书菩萨的头上,争先供养他衣服和饮食。 文书菩萨看到时机成熟,便对他们说。 大家都以为我有德行和智慧,其实我这些方面不及我老师的万分之一。 我的老师就是佛。 如果你们肯供养佛,能比供养我多得几十倍的福报。 该国百姓听了非常高兴,跟着文书菩萨来到佛的面前,禀礼佛陀,聆听真理。 伍百罗汉和其他弟子看到这种情形,佩服得五体投地,好长时间都不好意思把头抬起来。 伍脑汉和其他弟子散布 左转云 冷靓